材料清单,T65小麦粉500克,水350克,天然酵母110%,0克,新鲜酵母2克,粘食克,机器揉面,浆面粉,水,天然酵母重叶,新鲜酵母,以及盐放入浇拌桃内,慢速4分钟,接着高速6分钟手工揉面,浆面粉倒在工作台上或者沙拉碗内,面粉中间挖一个深井,注入一半的水, 添酵母重叶,捏碎到新鲜酵母,盐搅拌均匀,以便注入剩余的水,一直搅拌至面粉完全吸收,接着揉面直到面团变得光滑柔软为止,浆面团收容成圆球,盖造发酵部进行基础发面EH30,在工作台面上撒些粉,拿出面团,拌面后放在工作台上,拉起四周面团向中心轻压,再次将面团拌面,双手轻轻滚圆, 以便朝下往内收拢压紧,再次成为圆球状,将面团翻面,放置在撒了面粉的藤栏中,底面接口朝上,盖上为湿的布,进行二次发酵二小时, chips防止面团与烤栏中发酵部粘粘,可以在面团表面撒一些大米粉,chips提供这面粉与水的实验室,都行,行,将烤盘放入烤箱下层放入石子,中层放石板或是铸铁锅,预热烤箱至230度,将面团翻面,接口朝下放置在另一块烤盘上, 表面割波勒塔割纹,Pedok跟法国东南部的乡下地方,因为气候也含,会将面包放置50年以上,这种面包表皮厚,而且表面呈现波勒塔式的鸽子状,面团放入烤箱中的石板,或是铸铁锅前, 在底层烤盘中,倒入了10毫升的水,制造蒸汽,烘焙40到50分钟,小贴士组织比较紧密的在整形手法上,还需要更轻盈快速一点,不要拖沓,面包师Chad Robertson书中的原话,是这样写的, 组织虽然有气候,但是比较细密切面团整体走势并不是向上,而是有一些塌塌,面筋力量不足,导致这个原因的可能是揉面是面筋强度不够,即揉面不到位, 或者是因为二次芭蕉时间过长,面团膨胀过度,面筋太过松弛,内部明显有湿软的面团,可能是没有烤熟,或者是面包没有凉透就切开了,面包前边击孔均匀,面团张力强,鸽头张力好看的,就是很优秀的作业,Omega Y